大家好 咱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其实是两天前话题的延续 那天我们讲的是川普遭遇到的俄罗斯门 川普的第一任国家安全顾问弗林辞职了 造成他辞职的原因是他和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通了电话 可是他事后没有把完整的通话内容报告给彭斯或者川普 但是他这个打电话的过程被情报机构给监听下来了 这个情况被曝光给了媒体 因为媒体把这个事情一曝光出来 一登出来以后呢 就造成弗林受到很大压力他就只有辞职了 弗林在国家安全顾问的位置上只待了短短的二十几天 那么有朋友留言说啊原来这个美国人也搞权斗 这个权力的游戏使出的招数也挺黑的也搞监听啊爆料啊这些手段都上 刚好呢这两个月也发生了和中国的政治有关的爆料的情况 就是居住在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 两次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爆出了很多高层内幕 虽然这些内幕咱们没办法查证 但是有很多惊悚的细节 那么今天呢 我就想聊一下 就是中美啊 他都有权斗 而且权斗过程中也都搞爆料 那么这个爆料和爆料有什么不一样呢 当然还是有不一样的 首先 当然是政治运作的方式不一样 他就造成了这个权力的游戏 他的这个场地环境啊 游戏规则都不一样 这句话说起来其实是大而无用的 这一句话可以发展成一本书 咱们今天呢也说不了那么太详细的 我今天只想列举一个最显著的差异 表现出来的差异 大家可以看到的 就是中国的 现在是中共上层的政治环境 它是一个宫廷政治环境 所以他的爆料 他带有宫廷政治的 独特色彩 什么叫做宫廷政治呢 大家看这个大陆的宫斗剧看多了也会有印象 宫廷给人的印象是什么 对于外面的人来讲 他给人的印象是威俄雄伟 无比的体面 高大上 很庄严肃木 可是你要进到里面是宫里的人 你就会知道这里藏姑纳垢 勾心斗角 充满了残酷和血泪 中国古代诗歌里面专门有一个题材的类别 叫做宫怨诗 这是描写居住在深宫里面那些妇女 她们哀怨的心情 比如像这首诗 雨滴长门秋夜长 愁心鹤雨道昭阳 泪痕不学君恩断 士却千行 更万行 这首诗呢是唐朝诗人刘造写的长门院 所谓长门就是汉武帝的 废皇后陈阿娇所居住的地方 长门宫 而这诗里面所说的昭阳指的是昭阳殿 是汉成帝皇后赵飞燕所居住的地方 那么这首诗呢 它就是这么一个情景 就是一个失宠的妃嫔 在自己的住所里面 然后到了秋天外面整夜下雨 然后他就惆怅百转 就睡不着觉 就回忆起自己当年也曾经居住在昭阳殿 和皇帝共度凉宵 现在昭阳殿里面呢 仍然是灯火通明 只不过皇帝身边是新人换旧人 是吧 换了人他自己很落寞 所以呢 就很闹心 惆怅百转夜不能寐 泪痕不学君恩断 事却千行更万行 就是说君王的恩宠 说断就断了 但我的眼泪哪能说断就断呢 事却千行累还有万行累 就这么一个凄惨的心境 白居易也写过一首后宫词 但是他没那么有文采 也不是那么从女性的情绪方面 去传达这个 公愿 这个题材 但是有一句话他说的也很到位 叫做红颜未老恩仙断 侠以熏隆 做道明 就是也是一个失宠的妃嫔 就是一晚上睡不着觉很闹心的 那么一个情绪 这里所说的呢 还仅仅是后宫 妃嫔 争宠 所带来的恩怨 可是宫廷斗争又岂止是争宠呢 还有 夺嫡争处 后宫干政 外戚权斗 烟换弄权等等等等 很多事 所以呢我们对待 就是一般人呢 对待宫廷政治的理解啊 好像就是黑暗 残酷 不透明 其实这种理解呢 还是远远不够全面的 总结起来呢 宫廷政治 还有这么几个 显著的特点 第一 就是 家事和国事不分 国事即是家事 家事即是国事 搅在一起 是一笔糊涂账 你像皇帝 他有大小妃嫔 妃嫔们又有自己的 父兄 在朝里面做官 叫外戚 所以情感 利益 全都揪在一起 那么大家比较一下现在什么官二代呀 红二代呀 是不是也比较符合这个特点 第2个特点呢 就是宫廷政治里面的东西呀 他不管 是以什么样方式存在的 他都拿不上台面 都不能够被制度所容 中国的专制皇朝啊 他也是有法度规矩 就是宫廷政治的东西 他只能在潜规则层面存在 皇帝他就算受这个宫廷的影响 在大 他经常被别人吹耳旁风 是吧 他老喜欢 去某些妃子的住处 这些妃子就老给他灌输一些东西 他也很吃这一套 可是他受到后宫的影响在大 他也是不能承认的 特别是像 女人干政和 宦官弄权这种事情 他绝对不能拿上台面的 第3呢 也是宫廷政治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就是他是有这么一个反差的印象 就是宫廷外表的庄严肃穆 和他李子的阴暗绞杀是同时存在的 互为表里 正因为有这样一种反差 他这种外表的庄严肃穆高大上啊 就特别有讽刺性 而我今天呢 也想强调的就是最后一点 那这个特点他表现出来跟爆料有关的是 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 就是宫廷政治啊 他具有一种特殊的表演性 比如说 这个在美国 情报部门和川普总统怼上了 那么在国会作证的时候 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 他不能够对国会撒谎 他就只能公开承认 说现在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川普团队 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大家一看就都知道了 原来联邦调查局和白宫 不是一条心的 官僚集团对川普是有抵触的 这个矛盾大家一目了然就都看到了 可是在宫廷政治的环境下呢 就不是这样 就是说你 联邦调查局局长对川普你再怼他 你表面上也得表示拥固 是吧川总在台上做报告 你必须是很专注的在下面听 记笔记 然后这个cctv的镜头扫过来 你得特别真诚卖力的鼓掌 你必须得要有这种表演 大家看宫斗剧看熟了呀 也就知道这个套路 你看那个皇帝和全臣互相之间已经斗得一塌糊涂了 心里已经 把对方杀死了都不下一千遍了 可是只要不到亮刀子的那最后一刻 俩人见了面 这边还得三拜九寇 山呼万岁 那边还要爱清平身你看他有这种表演性 但是得声明一下啊 我并不认为现在大陆拍的宫斗剧 真实的反映了古代军臣关系的面貌 但是我认为它是用古装的方式 演出了现代宫廷政治的真实面貌 那么绕了一大圈做了这么多铺垫 我们再回到要说的这个爆料的问题上 正因为有这种表演性 有这种宫廷外表 庄严肃穆的外壳 就是所有参与宫廷政治的人 他也都要去维持这个外表 所以 这里面啊 你就看不出每一个参与者 他真实的喜好 有的时候他真实的利益动机你也看不出来 这就让爆料他的动机目的和原委 就显得非常之复杂和隐晦 你要搞清楚这个爆料者什么动机 他要达到什么目的 你必须要有特殊的技能和经验 才能分析得出来 而且还得经常有些 内部消息渠道 可即使是这样 出错率也很高 而在像美国这样的环境下呢 就算是有人弄些手段 爆料 他的动机目的 和 他的来源 其实相对来说呀 都比较容易猜得清楚 你像这个水门事件里面就有一个生猴 对吧 就是持续有一个人 有一个内部人士 他爆料给华盛顿邮报 然后华盛顿邮报呢 再把他的这些提供的情况 关于这个水门事件的内幕曝光出来 引起舆论的关注 推动整个事态呀 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那么这个生猴啊 33年以后他的真实身份曝光 就是当时的联邦调查局的副局长叫 菲尔特 实际上生猴还不止一个人 他是联邦调查局里面 是有一个小组在做这个事情 其实当时这些消息爆出来以后啊 谁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那肯定是 那肯定是能够接触到这个案件进行过程的内部人士的放风 而且呢 他这个放风的目的他肯定是不想让总统来阻止这个调查 那么谁呢 最有这种可能呢 那八九不离十其实就是联邦调查局 只不过你没办法指名道姓把它归到某一个人头上 他们这个爆料小组也采取了一些手段 让这个尼克松这边啊 也没办法 很清楚的查到这个到底生猴是谁 他把情报来源给分散了 但是你要分析跟中国政治有关的爆料 就困难的多 复杂的多了 你像郭文贵爆料 他要打击的对象难道就是傅政华 就是李源潮 贺国强吗 这就很难说 因为这不一定是他最终要打击的目标 可能只是过程中所提出的目标 还有他爆料的动机真的是要帮助反腐吗 这个也不知道 我们只能凭借他的背景 他的人际关系 很多线索去猜测 所以在美国做这个时政评论 他更像严肃的学术研究 他的消息渠道比较多 便于查证 他也能够使用一些学术研究的方法 但是你要做中国时政的评论的话 就更像是在说评书了 在美国干这行的是学者 在中国干这行的呢 更像是民间艺人 这个也就是区别 所以咱们这说的话呢 你也就把它当成说书的就好 最后呢 要感谢一位网友 他花了很多时间 码了一大堆字 纠正我两天前视频的一个错误 就是弗林 和俄罗斯大使通电话的时候 并不是在他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那二十几天之内 而是川普上任之前 所以 说是 情报机构 监听白宫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那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我回头去查了一下 查了一下 路透社的报道 就是 弗林和俄罗斯大使通电话 那个事情 是发生在去年年底 那个时候呢 川普已经当选总统了 是后任总统 而弗林呢 也是被确定 担任国家安全顾问一职 所以确实 不能说 美国的情报机构 当时是在监听白宫 但是说它是 窃听了 后任的 白宫要员 这个说法应该还是讲得通的 那么情报机构这种做法 对不对呢 就是从美国这边的视角 从一个制度法律的视角去看 对不对呢 我的看法 窃听后任白宫要员 它确实也有个合法与否的问题 就是说你得到了情报 你是情报机构 你认为跟国家安全有关的 情报你要去搜集 这是你的职责 但是你得到情报以后向谁报告 用于何种用途 又谁来监督呢 就是说谁来确保你这些窃听的内容 是服务于国家安全 而不是搞权力斗争啊 这本身是有一个灰色地带的 其次就是 你情报机关 你是国家机构 政府机构 你得遵照国家法度办事 你所通过监听得到的情报 你认为有害于国家安全 你应该报告给总统 你要走正当的程序 而不是泄露给媒体 说你报告给总统 同时你还对这个体制 要有一定的耐心 按照正常程序 去处理这个事情 你说你不走正常程序 直接爆料给媒体 那就是不遵法度嘛 那你这个很明显目的 就是要制造舆论 打击被爆料的人 你这是参与权斗 你就不是在维护国家安全了 你报告给总统以后啊 总统不加处理 或者加以掩盖 像尼克松那样 那个时候你出于公民的良知 再爆料给媒体 这个时候 才有道德上的合理性 当然 说起来都是权斗 勾心斗角 是人性的一部分嘛 在哪种社会制度下 都避免不了 但是只要不是宫廷政治 它这个来龙去脉 还是看得比较清楚的 不那么废猜测的 只要能被人看得比较清楚 那么它发展成为 胡作非为的风险 还是相对小很多的 那么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祝大家周末愉快 下个星期一再见